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企圖 這是我們的一個新嘗試 我覺得應該做啦 就是我畢竟多半都是帶同學 帶大家看一些那個閱讀上的東西 但有時候我覺得我也可以做一些reaction video 那reaction video你知道就回應的影片 反應的影片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些英文的東西 那這個可能就是還沒有人無聊到拿去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那我也不想把它翻成中文就給你看字幕而已 因為這樣我等於沒有教你一些我認為很值得的補充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一起看 那我一邊看我就把一些我覺得很值得補充的片語啊 或者文法來教給同學 那希望這個不會太久 那這個影片我覺得非常有趣 怎麼有趣甚至我覺得這個頻道都很有趣 他有1000多萬的訂閱者 那要是大家去訂閱他我也覺得非常鼓勵 因為你多看英文我都是很歡迎的嘛 那他這邊這個影片的標題是 A dating coach guesses who has slept with whom 所以這裡應該是who has 不是who is 所以一個dating coach 什麼是dating coach 就是那個約會的那種專家之類的 所以兩性專家約會教練你甚至可以說 他猜啊誰跟誰睡在一起 所以他們找了一堆人 這些人的確裡面都原本有原本的 就他們是互相睡在一起的 是不是交往關係都不一定喔 甚至他們不見得一定是男生配女生 女生配男生 也有可能有同性戀 或者甚至有沒有超越兩種性別的人在裡面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總之他需要把他們這種 因為都被打亂了 所以他需要把他原本的配對給配起來 那因為他是dating coach 所以他們認為他應該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他到底有沒有做到呢 好我們就影片放下去 所以他剛剛看了一個小小的preview 他猜這兩個女生 你們睡在一起 他說我們看起來gay嗎 所以gay這個字 事實上沒有一定說是男生的同性戀 所以gay也可以是兩個女生的 你說啊不是lesbian嗎 可是no 其實gay可以泛指任何的同性戀 好所以我們看起來gay嗎 他說yeah 所以下面就叫 We asked a relationship coach 所以叫dating coach 或relationship coach 來猜誰跟誰睡在一起 Who has slept with whom I'm Cora Boyd I am a dating and relationship coach for men Why just men There is not a ton of dating support available for men 所以他是專門給男生的 那個人覺得他的外型好像不錯 說不定男生喜歡的會是他也不一定 but anyway 所以他說 並沒有太多的dating的一些support 是給男生用的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切入的市場 And then also just being a woman myself I have that female perspective that I can bring OK 因為他是女生他可以帶來女性的視角有沒有 所以這個字還不錯 She has that female perspective that she can bring to the game Today you're gonna be guessing who has slept with who Do you think you're gonna be good at matching up people I think I might be surprised I don't know OK 所以他的回答有點比較還蠻modest 我說不定會錯 我說不定會對 I don't know I think I might be surprised 所以他們問他說 Do you think you're really good at matching people 你覺得你很能配對人嗎 然後他說不知道 I wanna be surprised We're gonna bring out the line Are you ready? Yes Alright everybody Alright 這女生蠻可愛的 這女生蠻可愛的 我覺得他鞋子也很可愛 So why do you think that we slept together Visually I think you guys look good together 這個visually這個字我覺得不錯 視覺上他認為這兩對還蠻compatible 所以他用了一個 就visually這個字 副詞 So visually you guys look good together Will you hit on each other? 你看他剛剛的問題很有趣 Will you hit on each other? 他後來還有重複在講這件事情 你們能不能夠hit on each other So hit on加一個人的時候就是 就是去勾搭他 去搭訕他或之類的 所以他想要他們兩個來hit on each other試試看 看看這個感覺如何 Damn you were fine as hell I don't OK 所以他剛剛說 Damn you're fine as hell 所以fine as hell 常常男生在搭訕女生都會用這個詞 喔寶貝你真是lub 你真是正翻了之類的 所以fine你知道是好的 所以as hell 多半就是一種強調語氣的用法 So baby you're fine as hell 然後他們就笑了這樣 所以他覺得他們兩個看起來不太舒服 所以他絕對不對 那他說你能不能跟他swap一下 所以swap這個就交換 所以他這個雷鬼變成男生跟他交換 Will you swap in Will you guys hit on each other please 然後他要問他你能不能夠 你們兩個搭訕一下一下 對 你的身體今天看起來很棒 喔謝謝 你的髮型看起來很棒 你的眼睛很漂亮 你的笑容很棒 你的笑容很棒 你知道嗎 他們一定會睡在一起了 喔就這樣子 他就覺得他們兩個睡在一起了 因為他覺得可能是互動蠻直的 There's no discomfort It's like you There's a magnetism 啊OK 所以there's no discomfort 沒有不舒服 所以這是個名詞 comfort的反過來 discomfort 只是我們覺得蠻煩的就是 像 這邊稍微列一下一下好了 所以comfort是 discomfort是名詞 然後comfort是 也是名詞 不過他也可以是動詞 OK 所以名詞動詞 那discomfort卻只有名詞而已 so there was no discomfort 那當然也可以說 oh there was comfort in the relationship 之類的 那但是這兩個字的那個 形容詞 這邊會變成 comfortable 大概同學是熟悉的 所以舒服的 那不舒服卻不是 discomfortable 是變成 uncomfortable 所以這個形容詞的變化 我覺得蠻討厭的 你大概就是得習慣它 跟熟悉它 so OK 然後他又說了 有一個magnetism 剛剛有個字 那magnet這個字就是 磁鐵 吸鐵 所以magnetism就是 兩個字間有磁力 所以我覺得他用了一些詞 或許是他覺得他 用這種詞 看聽起來比較專業吧 所以再聽一次好了 所以他就猜了一組了 還有四組 這女生真的看起來有點猜 所以他認為 第一個能夠給他的一些指標 就是pheromonal 所以pheromone 就是那個費洛蒙 所以他用了一個行中詞 他認為兩個字 有pheromonal thing 的話就是 你覺得人們 會吸引到一家的味道嗎 那 對 我認為有很多 我們會吸引到這些東西 甚至我們不認識 所以 OK 旁邊的人能夠perceive perceive就是感知 我常常把這個字拿來 跟receive做比較 receive是真的收到的東西 而perceive就是我感覺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能夠感覺到兩個人之間的一些chemistry 這個東西是 we perceive these things even if we don't know we are 即便我們不知道我們在perceive這些事情 我們還是會perceive到 Please come up Please come up Please stare deeply into each other's eyes 啊 你看 Please stare deeply into each other's eyes 所以他要他們兩個凝視彼此 所以這個 stare其實比較接近是瞪著 說真的 那他在這邊用stare還是 並不是不行 那我們學過的看多半是see啊 look啦 watch啦 或之類的 可是其實也有像是stare啦 或者是glance啦 glimpse啦 gander啊 這幾個字 都有看的意思 甚至skim跟scan都有 都有看 很快的掃描 這兩個還是有點小不同 不過現在沒有特別想講 Hawie水種是看式上有很多不同的知識可以用的 然後他要他們兩個stare you know deeply into each other's eyes OK I think you're sleeping together 就這樣 OK OK Do I look gay? Yeah Alright OK 所以這是剛剛切到前面片頭的 我看起來gay嗎 OK I think I'm doing good I don't know if I'm getting it right But I think I'm picking up on something pick up on something的概念就是 我能夠一樣 自己像是perceive一樣的這個動詞 I'm picking up some signals 所以這個pick up on something 這個片語 那pick up其實就撿東西起來 picking up on something 能夠感知到一些東西 And what is that? Visual chemistry Body language 然後一樣又來了 Visual上的chemistry 甚至然後自立語言 Alright who's the next group? So you want me to bring them up in Paris You really want to get everyone right? I do OK 你真的想把每個人都猜對對不對 Yeah 沒錯 所以他要他直接就帶下一組出來 Would you please come up? Would you please come up? Would you please come up? Will you guys hit on each other please? 又來了 Oh my god your eyes Wow OK I will never mind 所以女生搭訕了一下下 然後男生沒有任何反應 然後就 I was like waiting 所以男生說 I thought you were still going 我以為你還繼續下去 然後女生說 Oh I was waiting OK You said something And then I was like Waiting for it Will you touch his face? 就要摸他嗎 I don't think they've slept together 沒有任何的化學反應這樣子 Will you come up? Will you hit on each other please? You're looking good today Thank you As usual I mean As usual As usual就是如同以往一般 所以喔你今天很漂亮 如同以往一般漂亮 I always look good There's a tension point of comfort and excitement 所以有一個 這個 tension point 就是你知道壓力點之類的 然後又有 comfort 又有 excitement 又舒服又興奮 They clearly have an existing rapport 這個字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字是在那個人力資源管理是還蠻常見到的一個字 因為我以前拿過那個大學拿過這個課 所以那時候就有交到這個字 就你跟你的interview的對象需要先建立起 rapport 所以這個字的T不發音 因為他似乎不是英文字 不知道是不是法文字 所以他的發音就只是 rapport Rapport 所以他如果他們兩個有現存的 本來就有的一些 rapport 所以他覺得可能是了嗎 They're physically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你看就很自然的抱在一起 They're physically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at's my third match What if you got them wrong?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Well, I think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Just cause you're dating someone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don't have the potential to have chemistry with other people 啊 那你如果剛對搭配錯了怎麼辦 那錯了那表示什麼呢 因為他又說你們身體有一些chemistry 然後他看到了 可是他又猜錯了 所以他剛講就是 就不能只是因為你現在有另外一個伴侶在現場 就表示說你不能跟別的人 也可能有一些化學反應 OK所以這句我覺得講得還不錯 如果的確啊你如果今天老婆在這裡 可是有另外一個真妹 說不定你就是跟他很自然的吸引在一起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些看起來好像是 配對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這句我們再聽一次 Just cause you're dating someone 就表示你就不能有一個potential 一個潛能 去跟別人有chemistry 去跟別人有chemistry 所以這事實上是個英文句型 Just because 什麼什麼 然後 doesn't mean 什麼什麼 所以我可以說這是一個口語上常見的英文句型 所以我套一個內容進去好了 就因為我愛你 你不能說只因為我愛你 就表示我可以替你做任何的事情 So just because I love you doesn't mean I'll do anything for you or everything for you OK 好 OK so I'm just getting tested with everyone 這男生就說了 你媽一直拿我拉出來 一直拉我出來配對是什麼概念 他可能就覺得是怎樣 所以他問他 你問他任何問題 So what do you find attractive about me 你覺得我哪裡吸引人這樣子 I really like your smile I like your sense of fashion too OK喜歡你的微笑 sense of 什麼 這個我們常講的 就什麼感覺 所以我喜歡你的sense of fashion 流行感 流行個小啊 I'm not trying to like you put me on the spot 所以你知道 oh you put me on the spot 這個put me on the put somebody on the spot 就是大家把聚光燈照在他身上 就你知道 這個我記得 香港話就擺誰上台的概念 就是 就讓人家處於一個 就是大家都在看著他的一個狀況下 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 你讓我覺得這樣不是很舒服 you really put me on the spot I think that if they were sleeping together he would have said something about character quality so I don't think they're sleeping together 所以又沒有了 因為他如果真的有睡在一起的話 他覺得他應該會講一些他的character quality 就是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特徵之類的 他就不走了 因為反正你一直拉我配對嘛 we're gonna see this through 就是我們把它看到底吧 所以他就繼續配下去 so see something through 就是我們來把它走到底吧 之類的 I think what it is is that he I could see him connecting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他覺得這個人就是很容易跟 他覺得他很能跟人家連結在一起 應該不是人跟人的連結就是 I don't know Generic I know 所以他剛剛說 你覺得我跟誰都能配 那所以我很Generic嗎 這個字一般來說不是好字 Generic 就是 就是要怎麼翻譯呢 就是這個東西可以用在那裡 用在那裡用在這裡 他可以跟任何東西做搭配 然後或者我們就說 像有的品牌的東西就是 這是LV的 這是Cucci的 什麼的 那有的包包就是 說不出什麼品牌 就是一個包 那他就是一個功能性的 那反正我們就會說 這是一個Generic的包包 沒有什麼特點的 或之類的Generic OK No you're really open and loving Yeah It's good to know Will you come up please Will you share a very intimate hug 還有他們抱得很親密 Intimate Intimate Intimate這個字 答一下好了 OK 親密的抱一抱 Interesting I'm gonna ask you to come up Just see what's up Will you hold hands Alright That wasn't If they were sleeping together That would have been a little more natural But they might just feel uncomfortable Right now OK 如果他們是有睡在一起的話 那個看起來應該會更自然一點點 那現在感覺起來是非常不舒服 Same here There could have been I'm not sure Will you guys kiss I'm not fully confident in this But I'm gonna pair them togeth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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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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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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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n 所以她配好的人要站在一起 所以舉手如果猜對的話 Moment of truth 所以這個我們有時候叫 真實的時刻到來了 The moment of truth 所以配對的舉手 配正確的舉手起來 全對,所以這個人超屌的 那她講了一句 這個!竟然講的是 Holy dick! 一般我們不會聽到這樣子說 可是很有創意 她會不會說 Holy shit, holy fuck No, holy dick 所以很棒,很厲害 好 好 哇 所以你會跟每一組一起聊 OK 每一隊都在評論一下 我們在一起睡過 OK 為何這麼明顯 所以她們睡過一次 OK 就一次 會不會再睡一次 會 absolutely want to 然後她就說 兩人這邊有 balance 所以我以為 我的確蠻同意的 剛剛那兩位女生站在一起 其實好像蠻平衡的 確 OK 會不會再睡一次 會 absolutely want to 然後她就說 兩人這邊有 balance 所以我以為 我的確蠻同意的 剛剛那兩位女生站在一起 其實好像蠻平衡的 所以在你身上 我感覺到 一絲的這個 害羞 而你看她的介系 是用的很有趣 是to 所以她不是說 I perceive a shyness from you I perceived a shyness to you OK 我覺得 同學就不要問 你就接受她 OK So there's a sense of shyness to this guy 所以不是 from this guy to this guy I'm pretty shy And you have all this glitter like I perceived 那這個人卻是媽整個在發亮 所以glitter這個字就是發亮 所以 你會感覺到 是不是中間有一種 被吸陽氣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OK out going but honestly that's very compatible a lot of the time but that's why like it took me a minute to figure that out 所以然後她也覺得 但這樣子卻 事實上是很有可能 是 compatible 所以這也並不是很稀奇的事 以她的專業角度來看 所以 compatible 就是兩個非常契合的 compatible OK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do you have 你看她都會問 你們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她們並不會很直覺的 就是她們不會先入為主的認為 她們睡在一起就一定是情侶 因為也有可能睡在一起不是情侶啊 對不對 所以她都會問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do you have We don't define it Cool 她們不定義她 所以很前衛我可以說 Romantic friends Yeah Romantic friends 你看是不是比Friends with Benefit還好 Right Romantic friends What made you pick us um You're both stylish as fuck You're both stylish as fuck 這個as fuck的用法是說 這個as fuck的用法是說 大家應該都很熟了 在我們IG上或之類的 常常就是af這樣子 所以something is 什麼什麼af 就是什麼什麼as fuck 它就是一種強調詞 就你正 這該怎麼說啊 有時候很難解釋 那我把剛剛她那句說 You're both stylish as fuck 就那邊兩個超有型的啦 這樣子 You're stylish as fuck Stylish就是style這個字的形容詞 所以外型非常的很怎樣這樣 So you're both stylish as fuck Thank you And so I would assume that you would be attracted to that in another person 所以你會被另外一個也 Stylish as fuck的人吸引在一起 I guess that's pretty cool So that was a visual indicator 視覺上的指標indicator And then when I saw you guys interact Damn I'm not bad I'm not good 看到互動的時候 啊真是 Damn 然後剛剛這男生說 That kind of gave it away 所以gave something away 並不是把東西送給人家 當然也可以是 I'm gonna give away a gift 可是give something away也可以是 這個東西就泄露出秘密了 OK So that kind of gave it away 那個it就是把我們的秘密 所以把我們的秘密也卸出去了 所以把我們的秘密也卸出去了 再聽他講一次 你們可以交流嗎 Damn I'm not bad I'm not bad 所以my body kind of gave it away 它是身體的互動 give it away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do you guys have Friends with benefits 所以這兩個就是泡友了 Friends with benefits Kind of grey area 灰色地帶 Grey area Do any of you guys refer to yourself as interracial couples Yeah 所以他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你們是不是認為自己是interracial couple 所以這個在 至少在美國是一個 常常算是蠻大的議題 就是你們是不是 就是 種族間的那種交往 就是可能黑人白人之類的 他們就叫interracial 亞洲人跟黑人亞洲人跟白人 也都可以叫interracial 西班牙墨西哥隨便你來 總之就是族裔不一樣的 我們就叫interracial couple 所以他認為他們是interracial 他說 是啊 所以他自己的父母就是黑跟白混在一起 所以他自己也還 就已經不是純的了 那這男生明顯是白的就是 I would be more than happy to label myself Right 他非常高興來貼自己一個標籤 他是interracial Somebody else not of my race and call interracial Sure Alright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do you guys have Can we ask her that I think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Yeah She's right 所以他反而問這個 問這個 這個 這個coach說 你覺得我們是什麼relationship 所以他直接說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你們是在交往的 所以沒錯 Was it upsetting to you to see me pair him with so many other people 所以 我把他 你的男朋友 配了這麼多其他人 Was it upsetting 對你來說會讓你不開心嗎 Was it upsetting 他說 No cause I kind of get the vibe that he's very open 所以我也感覺到有一個 這個vibe的意思就是一種 當然 我記得我講過這個詞 他來自vibrate 就震動 就你這個人給我的一種 一種感覺 OK 所以我從他身上得到一個vibe 就是他是一個很open的人 I can develop deep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But like I just come back Wait You sure? 但我總是會回來 Exactly And that's really romantic How was this experience? It was affirming for me 所以這個體驗對你來說是怎樣 Affirming 就是 Affirm是什麼 他跟confirm 我會覺得 對我那麼點像 因為firm這個字就是 就是扎實 所以confirm就是 確認事情 那affirm就是 把一件事情 又更落實了 所以 It's affirming to me 就是對他來說 他本來就知道自己是專家 所以他又證實了自己的專業能力 So it's very affirming for me Attraction is so mysterious It doesn't always make sense But I think you can see When people have a magnetism to each other 又用的是magnetism 我真的覺得是他喜歡丟來丟去的專業用詞 看到一些人跟人之間有一些磁力之類的 So yeah, I do think there's a mystery to it OK,總之 人跟人的關係是個謎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exciting about it And what's kind of like special about that kind of connection Good job, you guys A plus Alright, that's how it is 好,我們影片大概也就介紹到這邊就可以了 希望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那如果喜歡的話 日後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 不見得是這個頻道的 總之我 時間上我是希望剪短一點啦 因為我知道大家喜歡看到可能是 10 20分鐘內 15分鐘內的影片 所以今天這個可能有點長 But I hope you like it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下次見